2-2-2-3 賽季東區的例行賽王者 在去年第一輪就被在附加賽掙扎的邁阿密給翻掉 讓蜜兒瓦基成為了黑巴的苦主 攤開公路的球員陣容名單 如果要預測熱火在第一輪被橫掃 一點都不為過 但熱火總教練Eric是施展了什麼樣的魔法 讓草根軍團有辦法跨過志姆哥所領軍的公路隊呢? 今天絕比跟你一起看籃球 就來跟大家聊聊籃球最有趣的不確定性與化學作用 而手錶哥的加入真的是公路冠軍獎盃的臨門一角嗎? 時光讓我們回到公路熱火系列賽的第五戰 是當時3-1落後的蜜兒瓦基在主場開打的續命戰役 公路教頭的第一個決策 就是加速球隊的進攻節奏 因應熱火猶豫的半場陣地戰攻防節奏 班農的快速反擊 就是為了不要讓熱火有機會擺好防守不正 而成效呢? Yanis Akenta Kumball 這個體能野獸跑第一個 就算熱火有4個人退防了 仍然拉不住這頭野獸 只要這個希臘怪物跑起來打 他就是有本事弄進2分或者站上罰球線 這就是他可怕的體能所能做到的事情 利用快速的Transition與Early Orphans的攻擊方式 確實讓熱火的半場輪轉防守毫無用武之地 再來公路教頭善用子弟兵的身材與持球優勢 不同於其他強權的助攻率 公路的助攻率僅是聯盟的中斷班 代表著公路更多的得分方式 是由球員自己持球創造 而對上身材極為劣勢的弱選秀們 當然是要更加善用這種方式來換取分數 首先是標準側翼封線身材的Chris Middleton 從側翼的持球啟動對位攻擊 熱火根本沒有什麼人可以在對位的情況下限制他 相當傳統的持球突破打法 這種天賦確實難以防守 只要沒有遇到所謂的防守漢將單防大鎖 那就只有自己投不進而已 而彈開熱火陣容確實沒有所謂的單防大鎖 不管是高度、厚度與速度 在三四後衛的人選中 都沒有人可以跟Chris Middleton抗衡 而字母哥Yanis Akita Kumbo 更是無解的存在 不要說熱火正宗了 全聯盟都找不到幾個人可以扛得住他 只要在第一位被他拿到球 熱火不管誰來都只有被碾壓的份 沒有直接拿下兩分也能買到犯規 光是在這場比賽中 他就創造了23次的拔球機會 這就是希臘怪物可怕的破壞力 而且不單單只是字母哥跟Middleton 可以擰壓對位的防守者 Lopez、Paraday等球員也都有對位打掉對手的能力 那反觀 熱火這邊擁有單兵自主創造進攻空間的人 就只有四關掌Jimmy Butler 其他的弱選秀 並不擁有這種天賦與能力 因此 熱火大軍他們不靠個人能力來創造計分板上的分數 而是用有如軍隊一般的紀律來扎實執行戰術 而這個戰術的核心 就是用各式各樣的策略來攻擊Lopez 這對緩慢又只能沉退防守的Lopez 熱火有採用簡單的擋拆攻擊 然後中距離終結 或者是使用簡單一點的雙擋拆 一樣是要針對Lopez 換成擁有中距離能力的Ben Adbio 一樣也能吃掉他 熱火的每一個人 不管是誰都會扎實地執行戰術策略 用團隊的紀律來創造空間與機會 絕對不會有胡亂的出手選擇 像是這球Ben Adbio 接到球後的下意識反應 就是去找射手打手遞手 就是要針對自己對位的裸配子 而這也是這群草根兵團唯一可以跟強敵對抗的方式 他們每一個獨立起來看都比不上公路的球員 但熱火叫頭發揮這群球員的特質 創造出美妙的化學效應 讓旗下的子弟兵不用獨自面對困難 更不需要做自己不擅長的事情 只要扎實執行戰術 舒服且輕鬆的出手機會 就會自然而然地出現 配上士官長Jimmy Butler的個人破壞力 在戰術卡彈後一夫當關的跳出來 在正確的節奏下幫球隊拿下必須的分數 讓天賦被碾壓的熱火 在中場名少時還是能緊咬著比分 但在第三節 公路整隊繳出了接近6成的命中率 刷下了33分 是因為他們端出了什麼樣特殊的戰術嗎? 確實是有一兩個少見且相當漂亮的配合 但更多的能是用他們這場比賽主打的策略 快速且暴力的轉換攻擊 打對方的措手不及 並利用智姆哥藍尼抵抗的啟動力 持續攻擊熱火的身材劣勢 在這狂風暴雨的第三節裡 智姆哥與Middleton分別拿下10分與11分 靠的仍是他們持球對位的攻擊破壞力 靠著極佳的手感扛著對手拿下這些分數 當然這些慘酷的畫面就是這些球員的天賦 那反觀熱火呢? 一樣不溫不火的打著他們的節奏 並沒有因為對方的手感爆發而被帶走節奏 跟對方應拼個人的能力 持續用一樣的紀律來完成戰術走位創造機會 配上四關掌的幾次單兵攻擊 仍是在該節中規中矩的拿下23分 可是這次抬頭看看計分板上的數字是86比102 這兵人人的數字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天賦是難以克服的差距 而這也是為何重建球隊要不斷累積天賦的原因 不過再看看這個比分走向圖 我們永遠都會記得四關掌那個醜醜的追平投籃 是什麼原因讓公路的天賦失去了光彩 讓東區王者在關鍵的第四節只拿下16分 而字母哥更是慘淡的頭九中一 那造成以上種種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他們自己投不進 當你主打簡單的持球攻擊 卻無法在對位下把球弄進籃框時 球隊的進攻就會陷入一灘死水 看看這些在第三節十拿九穩的出手 在第四節都無法輕易把球弄進籃框 而且熱火在這節加強血防的力道 不讓身體的劣勢持續被放大 快速的包夾與血防 讓這些持球怪物的破壞力下降 然後穩穩保護好防守籃板 而且不得不誇讚熱火的防守紀律 這兩球幾乎是一樣的站位設定 把字母哥的攻擊空間都給踩死 你要硬上效率一定相當差 而你選擇用跳投更是中了熱火的計謀 比賽的過程就是要一直逼迫你去做不擅長的事情 讓你的節奏被帶走 而熱火還真的成功了 接著攻入讓其他人來執行簡單的戰術內容 但效率一定不可能有辦法跟字母哥或密德騰相比 接著當你拿出戰術想要來對付眼前的困境 也就是球星或單兵攻擊卡丹的情況 這是完全中了熱火的節奏 他們應以為傲的團隊防守 就可以搬出來好好秀一下 逼迫你用你最後的一環來對上我最強的一環 籃球其實就是這樣的鬥志遊戲 而熱火叫頭確實抓到了其中的精髓 而熱火這邊的進攻呢 當然是維持自己一貫且擅長的節奏 不管領先或落後都不會有胡亂出手的畫面產生 運用戰術配合創造出合理的出手空間 就算是個人能力突出的四關掌也不例外 這球在牆邊堆積三個人 輕易閱讀防守選擇後 創造出輕鬆散來的機會 再來繼續注意四關掌一樣在底角埋伏 利用無球掩護後 又是得到接球後可以直接拿奔的機會 這球也一樣利用掩護來啟動 但是加日哥因為上次的吃虧選擇走Under 四關掌馬上往後退到三分線 就是一個像還一樣的大空檔 再來更複雜一點的檔拆配合 牆邊堆積無球掩護持球掩護 順勢下滑兩分拿下還買了犯規 看到這裡聰明的你發現了嗎 四關掌連續拿下這四個play 完全沒有運到一次球 都是靠團隊的力量來包覆他的出手機會 而這些出手機會都是相當完美的大空檔 這也是熱火跟攻入的差別 截然不同的戰略理念並沒有絕對的對錯 就看誰能堅持自己的節奏 如果熱火被攻入帶走節奏 淪為單打那絕對是熱火被橫掃 但這系列賽的結局你也都知道了 在延長賽中 字母哥更是矛起來猛打 捨棄戰術就是要靠自身能力來力往狂藍 讓熱火本場比賽有六人畢業 自己也瘋狂站上罰球線 可惜罰球線的基本功真的還是需要加強 反觀熱火四關掌 在常規賽的追平進球姿勢雖然很醜 但在延長賽中 熱火仍是維持自己一貫的節奏 運用團隊的力量來把系列賽帶走 老八傳奇就一路走到了冠軍賽場上 但僅僅依靠團隊 終究是不足以拿下最後的榮耀 當對方同樣可以把紀律的部分做好 並且維持自己的節奏時 天賦就會是決定勝負的另一環 熱火屢屢靠著紀律走到很後面 但就是缺乏天賦 而如今小李的加入 確實又把公路的天賦再更往上墊高 但你說我看好公路可以走到最後嗎 如果沒有完善的紀律來包裹耀眼的天賦 那終究只是一道迅爛的煙火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喜歡我的影片 請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分享跟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